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职场大师兄颜值不朦胧的余朦胧 龙哥 欢迎 既是员工又是老板的月月 我看到对面的时候我就在想做一个动作 太可爱了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真正的能够给出入职场的这批我们称之为职场菜鸟们有这样的一些经验 怎么跟老板们相处 使得自己的职场之路走得更顺利一些 是的 就是轻松聊天的get到职场的干货 是 那么面试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六位幸运儿通过了老板的面试环节 我觉得我们其实只过了第一关 比这一关更难的是具体工作的第一天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工作的第一天是什么样子 我叫梁清洛 出生与长青年 现在就组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商学院主修市场营销 我有信心通过我零零厚的视角和学习能力 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和创业 我们节目擅长营销是专业学营销的 擅长营销 良营销 我叫孟宇童 今年21岁 来自浙江大学西班牙语系 作为巴黎回往冲浪选手 我希望通过我对社交平台的洞察 带来新的热点话题 触达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有爱愿意去表画 挺不错的 我张正如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学系 我期待在优秀的企业中一展所成 用数据分析的能力去展开工作 我站入新平向上 我比较阳光我比较有想法 我们的后期坐得很好 好洋气 像那种都市这场剧 对 8点15正式的上班时间 好洋气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他们三个都是提前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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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两个 你坐这里应该是 对 应该坐这里 这边有我的公牌 我是梁建洛 你好 我还好正式 好精英 我叫郑如新 你可以叫我如新 你好漂亮 谢谢 怎么过来的 坐公交 打工人 绝不忍说 是 公牌 他那个公号是我们的生日 你们说 是 99 990602 是的 这个好贴心 然后后面是他的价值观 他在忠诚友善 勤奋进取 打带上 你昨天面试怎么样 神仙打架 除了我之外 你们两个就神仙打架 但是我觉得懂这种人 其实蛮 蛮和善的 而且他 对 他听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全程笑咪咪的 他真的很 就是 我觉得他是妈妈笑的 对 对 看女儿一样那种 对 互联网的日薪 是每天150块钱 然后算了一下 只要比互联网高 我就很满足了 我觉得在隔离工作 很幸福 所以我比其他任何时候 都还想要得到这份信 没有像外界那种 那么严肃 对 确实是 是 我爱董老板 就是要加到他的微信 这是我目标 要加到老板的微信 这个企图性比较强 你有老板的微信吗 都有吧 有 我们公司老板的微信 那有 这肯定是有的 我也特别想加的微信 因为那是我从小的一个偶像 王菲 因为她也知道我特别喜欢她 然后后来她还托人传话 说你要不要我的微信 然后我说我不要 我拒绝了 因为我跟她这个桥梁 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去搭 我觉得微信不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桥梁 我就远远地看着她 对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好 师傅好 听说是董总亲自招过来的 这么厉害呀 这话该怎么接呢 今天第一天来 是吗 是的 你们就是董总面试的三位 新来的是医生 对 你们都已经认识了吗 到我办公室来聊一下吧 行 好的 第一天压力好大 如心好细心哦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你们的主管 我叫雪瑶 你们有什么问题 在实际期间都可以向我提问 先跟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基本的一些规章制度 首先你们佩戴的这个厂牌 它其实就像一个 在公司里的一个身份证 不管是你初入公司 还是上下班 都有需要把它随时待在身边 然后呢 我们上下班的时间 早上八点半到中午 十一点四十五 下午就是一点半到五点半 然后中间的这个休息时间 可以用餐啊 午休啊都没有问题 好人性化啊 因为我们是制造业的一个环境 所以后面会有我们的生产的车间 就比如说空一空二啊 精密模具这种 因为我们在厂区有非常多 运输的这种大型的车辆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住一定要走人行道和斑马线 公司里走人行道这个规模 真的非常的气派 真的 董姐管理这么大一个公司 真的好难啊 我觉得 很累很辛苦吧 还好啊 他们很多人看得最让他们震撼的 就是我那一百多万平方 地上没有一个垃圾桶 是买不起垃圾桶吗 还是 不需要垃圾桶 不需要 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个 我们市场部最近策划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 我们等一会儿可以在会议室里讨论一下 我们董总也会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大胆地提出来 先去会议室吧 好的 好紧张 怎么就开始开会了 第一天真的节奏好快 他们都提前到 到了之后就直接有人跟他介绍 整个公司的概括 老板是分管老板 还是我们董总开会 我 你啊 我 来 我们看老板开会 随便坐 随便坐 没关系 还迷茫着呢 上来就开会了 我想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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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董总讨论的时候 就是他比较好奇啊 你们有没有犯过惹他生气的时间 这是可以说的吗 开始讨教经验了 不是不能说惹他生气吧 只是说 董总对这个活动本身 他也是有要求的 会经常被他否决吗 董总否决的目的 其实更多的不在于说否定你 更在于说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 方向跟方案出来 明白 他怼人的方式一般是怎么样怼啊 直接 他会进行连环式的提问 符合他的性格 你知道符合他的性格 他每个问题都难以回答 而且他把所有的情况 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了解清楚 会有到赛上面完全说不出话的情况吗 会啊 那这就证明我们可能一开始 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 哦 董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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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走 董总好 好有气场 格力有经验的人是不缺的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是要进步的 企业是百年的企业 他叫一代代年轻人来承接的 我今天来就希望是听到年轻人 能有更新的思维 更新的一些创意 董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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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市场播的雪瑶 我们想要就格力品牌与年轻女性消费者的互动 来做一个活动的提案 董总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发起人 邀请这个行业的比较优秀的女老板来参加活动 因为我们不打算做像以前董总参加的那种 严肃的论坛活动 所以行事就是董姐的健康下午茶 聊一聊对这个女性发展 对职场的认识 创业的经历等等 这一次是一个思路的一个汇报 董总有什么意见也都给我们提出来 我们一起去把这个活动去做好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落地营销活动的策划 对 这把空气突然凝固 你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没有主题围绕什么谈呢 是女老板 还是女性 还是年轻人 这个话题我觉得没有很明确 第二居然是下午餐 那你搞清楚啊 是卖产品 还是思想碰撞 这两个是不一致的 你们觉得呢 亲人评价老员工方案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分寸和尺度的问题 我这边考虑到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个挺创新的一个方案 就我们以前应该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式的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节目 那么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 这个真的是压力山大 直观来看的话 他对年轻人的吸引的点还没有体现出来 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细化到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前期也是需要去想明白的 然后我也比较想去知道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抓住年轻的消费者 让他们听一些女老板们去聊的一些内容 其实我还是比较希望把我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就是我觉得董董可能也不是想要那种一直跟大家说一些好话 希望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就感觉见到爱豆的感觉 你又想去表达但是你又不敢 就是那种很卑微的行李 姐您的霸气是天生的吗 还是就是 没有啊 我就这样啊 没有霸气 好吓人 所以有四个叫做不怒自威 对吧 对 我同意她说的就是我比较关注可能这个活动的游戏性和话题性 比如说大家去玩一些抽签的游戏类似于这句话大冒险 或者是读恶评这种 让大家会继续有想法有欲望去看下去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 确实是要注意的 其实刚才几个90后提的问题还是蛮尖锐的 我们回到一个中心点上来 这场下午茶 谈健康 传播健康 注重健康 那你才有意义吧 那你的健康下午茶针对什么人 不仅是年轻人 我认为他是不同层面的人 都应该来关注 就对了 就挺多想法的了 嗯 也想法了是吧 也想法了 坐起来 那此前你们不要听我说的就觉得 绝对的是服从是不行 是讨论 那我讲的不一定对 你们可以反驳 他反驳的次数越多 他可能找到的那个东西更好 那当然最好是不反驳了 因为我讲的对就不反驳了 哈哈哈 就是为什么讲吕老板 是吕老板来谈健康 他在这不同的领域里面带来的信心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一个 动态的交流平台 可是我们可以放弃老板这一点吗 可以放弃老板这一点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老板这一点去吸引年轻族群呢 就感觉他们的人群跟我们目标的人群不太符合 我们选择女老板也是有需要她的影响力吗 我觉得不一定是老板才有传播力 所以KOL传播力会远远大于老板 好危险 工作中他们在讲他们 然后我们有什么想法 我就会干脆不讲话听他们讲 但如果我有想法 我是一定会讲得出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也可以同时请一些真实的消费者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上报名形式 邀请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 他们的真实反馈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其他消费者来说是有可信力的 我天哪 我为她捏了把汗 我手指都出汗了 我觉得她刚讲的也有道理 现代旅行 你八十岁也可以称为是现代旅行 这个就实在于你去说了 对吧 你可以挑战嘛 我们现在推出来的这些人 你可以把它推翻掉 对 我为什么要要她 我觉得董总对我们 比对老员工要稍微耐心 然后亲和一点 可能觉得还是我们 觉得是小朋友吧 他不会把我们当成正式员工 那么的严厉 或者是严肃的对待 我觉得其实董总内心深处 是有柔软的一面 就是特别有母爱光芒的 只是说他对工作很雷厉风行 我觉得那是他女常人一面 董总好 但是我觉得他女常人的一面背后 就是对人是友善的 我是怕他们哭 好杀人 我经历过好几个都是这样 哭 真的会骂哭这种 真的哭啊 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真的骂哭啊 行 那我们刚才也听完了董总的建议 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三位 针对这个活动拿出一个可执行 可操作的落地的方案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会在明天下午的三点 向董总再进行一次汇报 那么董总会根据你的这个方案的情况呢 进行一个打分 分数最高的那一个方案 会最终成为落地执行的这个方案 后续我们还会有考核 连续排名垫底的实习生 将会提前离开 莫为淘汰制怎么还有 考核就开始了 压力好大 救命了 看完刚才的这个开会啊 其实能够看到这个员工 各自的想法和各自的表现 你的印象是什么 小梁她还是很勇敢的 而且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很羡慕她这种性格的 因为我在跟老板 可能在谈话的时候 我不会这么有自信 就即使我准备好了 但是我可能 不会特别准确地表达出来 这是她的能力 我很羡慕她 我觉得正如新 为什么 我觉得她勇敢地 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还拿我们单位来说事 我师父为什么喜欢阮云萍 是因为阮云萍她就是敢说 她跟我师父什么都聊 有时候觉得不对的 阮云萍就说师父 我觉得您这不对 她怼回去 对 她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非常直接 首先我们觉得她很勇敢 再一个我们觉得她真的很厉害 是 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她做到了副总 我就是要这样的人 你看老板都喜欢这样直接的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 才能看到他们 真正每一个人 他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上 已经显现出来了 其实最有价值的 如果换成是我 我会选择多听多感受 多看一下 就是当下的老员工 是怎么跟老板沟通的 我不会很贸然地去表达我的个性 和我的表达 其实老板最想看到的 除了你会怎么喷 最重要的是你实际执行是什么样的 是 但其实还有一种 就是说像如心这种 她这种表达在职场 你在这一场会议的时候 当老板上去否定同事 那基本上你在接下来的职场 你会很难过的 你会很难过的 对 这个真的太得罪人了 对 是这样 你讨论最后 这就是一个大压压编断的问题了 我们在人性的角度来讲 刚才说 好像如果她当老板面这样子 拨持到老员工以后 她下的日子很难过 就是一般常态下都是这样 但这时候真的要看你的竞争力了 对 我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的一生当中 是在斗争中成长的 对 你如果大家都看到 都考虑到面子 或者考虑以后 关心相处 而回避了 那可能你以后 其实在这回避的过程中 你把自己回避掉了 对 在这里我补充一点 就是当员工之间 因为这些原因出现了一些 关系微妙的时候 实际上领导干部很重要 非常重要 祝大家都遇到一个好老板 我们接着看吧 对 接着看 张海的环节 张海的环节 我叫张北明 今年21岁 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是一名大三的本科生 我比较擅长的是写作 摄影 以及短视频剪辑 北明会有很多制品剪辑 包括心里顶一些东西 我是对他有很多期许 然后希望他无畏无惧 会给到我很多可能性 我想去骑个自行车 我叫张安 今年22岁 毕业一年 目前北漂 正在找工作 有艺人经济 和宣传的相关经验 比较能吃苦 我叫张安 对待工作 我会尽全力地完成好每一项 张安给我的感觉就是 很愿意去吃苦 执行力很高 她更是偏经纪人这个类型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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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悦 来自英国约克大学 是一名社交媒体 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最近以优异的成绩 最近以优异的成绩 顺利取得了硕士协位 我叫王悦 王悦的创意想法 善于捕捉社会热点 这个比较活跃 对 很会表达 王悦是综合素质比较强的 他的表达能力 逻辑思维特别清晰 让我看到可能性 然后给到我一种希望 你们全是我的产品 是吗 对 所以我对他很熟悉 好 你好 你好 快点 还没有 还没有开门呢 他出门了 没有人 还没有人呢 那就来 这要什么时候能开门 对 他说是 十到十点半 对 明天是各位上班的第一天 我们公司呢 每天上班的时间 是从上午十点到十点半 好的 珠海八点半就上班了 每天上班半小时 每天上班半小时 不是 上班到打卡的时间 是十点到十点半打卡 我以为是从上午十点到十点半 每天半小时 你好 我们是实习来的 对 我们是实习生 实习来的 实习生 你好 好 有点老员工的样子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跟着进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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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公司的时候 就感觉环境是非常好的 公司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就很精致 它的装修风格 都是比较现代化的 和我预想的娱乐公司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契合的 一面墙都摆不下 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咋了 稍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么说 我怎么说 他就说一下 是不是东西丢掉了吗 你九点半都健身了 你这是每天吗 还是 对 每天 哇 这好重啊 今年非常地知足 终于把《先生们请离生》 这个剧就是完成了 对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 就是进入后期的阶段 在南京拍戏 周公特本 十二点凌晨一点 所以不管收工多 还是要坚持去练一下 对 就坚持一下 我们当时就是 拍《先生们请离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天开机 第一天我拍了23个小时 所有的演员说 你看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要给我们打个样 他们这次真的很辛苦 那段时间也不觉得累 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段时间就定期去机房 看片子 因为你要对整个的片子 整个的风格 拍摄 质感 就有一个把控 就希望它是一个最好的效果 你是导演吗 汉哥 出品人 对 我跟你说 熬夜或者是不熬夜 并不是这样 时间断了很多 开始了 就经常熬夜 不是 就是熬夜 就是刚才这个时间长度 你比晚上今天临时开会开到12点一等 也没关系 开完睡 第二天比较早晨忙 一直睡到自己心里 完全精神恢复在内 能白天安排工作 最好不要拖到晚上 这个时间它一个比例性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好 第几节了 12级 12级 我就过来 我先把之前我看的 咱先调一下 然后再把你们剪 我再烤走 然后我就回公司了 这有点奇怪 咱未来城有夜转日镜头吗 只有一个夜转日的 夜转夜 对 倒过来用 那试一下 试一下 我当时演的时候 有一个情绪就往下走 下台阶 你下了台阶只有再进闪会 你知道那情绪说有一个累积 因为我看你这个静闪闪会 就直接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有没有那个过程 对 对 来 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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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嗯 这样的 今天第一天上班 就让他们先熟悉一下公司的情况 嗯 就公司之前做的夏摩阳 然后公司的艺人啊 让我们公司在北京的几个艺人 今天下午也都来一下公司 我让他们了解一下 嗯 你一会儿过来 然后我让他们给你做一个汇报 你听一下呗 好 我们先在机房子等下过去 都到了吗 张安还没到呢 等张安来了一起说吧 好 好 烧的 不好意思 我的包要丢的话我崩溃掉 是吧 我崩溃给你东西丢在车上了 真是包 我的手机啊 两位手机 喂 您好 您好 对 您在哪 您是不是有捡到我的那个包 有一个起车的人 他过来送的 是吧 我跟他联系了 好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小鱼啊 你又没有遇到这样手忙脚乱的时候 丢东西啊 有 你怎么弄啊 就先把东西得找回来 因为像带着的包里面都会放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如果真丢的话一定要先找东西 所以你跟他是一样 不管你会什么时候开我先把东西找回来 要先跟公司的同事请假 迟到了四十分钟 天啊 这挺考验他的 处理危机的能力 来了 哈啰 山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去哪了 对 因为我刚刚那个 我骑车过来了 然后我的包就挂在那个车上 然后拿着电脑过来了 然后我的那个包就放在那个车上 我就走了一趟 我的重点是丢三辣丝 你今天是办公室 没事儿了 如果你作为经济友说跟艺人出行 你拿的东西多 你万一丢了怎么办 不好意思 万一有情况 艺人有什么工作 那是让艺人等你吗 不好意思 赶紧坐下吧 一会儿给你布置今天的工作了 好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山姐好严厉 山姐 山姐很可爱 真是 山姐第一次参加节目吧 对 今天非常自责 一是丢了自己的东西 就是丢三辣四 还迟到 这两个都是经济人大忌 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可能我能做的也是尽可能的 后面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错误 第一天上班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尴尬 非常尴尬 我估计 也很难过 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 而第一天上班的第一印象 可能就不太好了 而且她是要做经纪人 丢东西 这个真的是很原则的错误 她又是对自己工作 很有要求的一个女孩 现在内心肯定都炸了 很少女生 走上妙状 就雙 closely 王月 你好可爱 北铭也挺可爱的 主要还是你来聊 我是男生 不方便 这个做一点小蓝还好玩的 喝水了 倒一杯 倒一杯 有一次性量 烧一下 我去记个家 你是不是今天有一点在意 你去拿刀刀那个事情 没事吧 当然在意 没关系放轻松 你们都会有这种过程 不是 不幸运吧 也幸运人家是剪刀的 算是很幸运 表演小弟弟贴上边的心情 悲惨 且幸运 真是很幸运了 好暖 今天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其实核心的任务是熟悉和了解公司 然后有什么想法 或者对将来公司的发展 包括艺人啊 包括各个业务版图有什么想法 做一个记录 会让你们做一个简短的汇报啊 或者跟你们聊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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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其实是相当于对你们的第一次考核 你知道我粉丝都一直在吐槽 就是说我这个不管工作室还是工资就是经营的一般 你懂吗 然后就这么多年 说你赶紧别自己做了 其实我也是想要 就是公司会有变化 但现在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 什么我都先问问别人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有什么更好的 就是我想吸取更多好的东西 要找出公司的问题啊 这还是挺难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呢 我们公司会有多次的考核 每次都是十分制 然后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位的累计分数 和另外两位的差距达到十分以上 那这一位就要 提前结束竞争 离开我们的公司 突然压力更大 你是和他淘汰吗 没有吧 没淘汰吧 先不要揭晓啊 张翰 张翰 你知道他迟到这件事吧 我后来知道 你当时反应的是什么 我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了 但是就是当我再见到他 已经隔了很久了 然后是因为我到了公司之后 他们会告诉我这个事情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的情绪还是没有太调整过来 你不是你从你不知道真的调整不过来 是要有一点时间的 因为他这个包掉得太恐惧了 但是事而复得的内核 他还没转过身 虽然东西能到上 他还是恍惚之中 是 他觉得是很幸运 他认为是拿不到了 尽管去找 但是找不到的那种 对他的那种压力 可能占得比他现在拿到的压力更高 所以心里的那种惯性还在 对 它是很正常的 但其实就是在之后我们探讨过 探讨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你的包里放了我的合同 怎么办 但是张总 我是这样看的 这个事件反过来 您以后用它 可能再也不会发生这个事了 身为老板的您 你会再用它吗 用 因为他那个是 他整个身架在那个袋袋里面 你知道吗 对他一个人来说 他跟他下餐 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你要这样身处地去想他 他可能说的不客气 他宁可这个工作没有了 这个包包也要找到 是 他不是人为的去制造了一个事件 或者是破坏性的 故意的我对这公司不重视我怎么样 他不是 本来这包子很大的表现 自己的这种追求来的 就第一天想做得非常大的 恰恰相反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理解他 我了解他的心理 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他其实对他的表现有预期的 他肯定前一天晚上都在想 我明天应该怎么表现 如此这般 是谁把笔帽子掉下来了 你第一天上班怎么就这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那安静一点吗 对 对不起 开玩笑 董姐姐其实我有个问题 我特别好奇想问 就是说在您工作的这些年当中 有没有就在当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然后犯过一些无意识的错误 有 但不是 不是故意反的 是在广州出差的时候 钱被偷掉了 当时八百块很多 那是九十年代八百块钱 可能有的人是一年的工资 当时很着急 但是也没地方去找了 我后来我回去 我想半天也是不开心 但是后来我给自己讲 半年没上班生病 就过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 朱海祖实习生的表现 到底如何 这边也在做报告了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我吗 我现在在看的一个东西就是 看中国年轻女性在乎什么 我也在看报告 就是我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年轻人在乎 同时董总在乎的主题 哦 这个话 就咱们之前有没有类似的方案呢 就是举办这个方案的这种形式 以及流程 我找一下 就是董总直接让他接触比较新鲜的东西 就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想要做的轻松 或者好玩 一方面要是董总熟悉的人 他会和陌生人会比较难相处吗 其实任何人都会吧 就如果刚和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 就让他们很轻松地聊天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难度的 把我们每个行业的经营邀请过来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东西是董总想去做的吗 其实这个方案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在于 董总喜欢什么和我们喜欢什么 我问了以后老员工的意见 找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点吧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没有信心的 他真的是那种工作中很主动性的人格 其实这样对工作也帮助挺大的 效率会比较高 对 我们不能完全为了迎合老板去做事情 我们应该说行不可 我还是想要学生啊 我说大部分就 featured 你呢 的意思是 我就是想要工作 大家帮助呼喽 人家帮助挺好的 你看你呢 你很想要人家帮助 你很想要有课程 你很想要任何人想要 到一个人想要的 然后就是你了解 located 你很想要在画家帮助 我看你有些东西 都想要 forums 但是你看一些大盘的书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市场情况是什么样子 如新考虑得很全面 不仅仅是要做这个 推广活动的本身 他还考虑到现在公司的一些状况 是的 他会想去了解这些 对 市场部的方案只是一个 比较有框架的状态 还没有填充很多创新 或者是年轻化的内容 还需要再不断地补充经济 然后最后完善出一个 非常详实的方案 那他其实这个形式挺新颖的 他现在在做这些事情 在做直播 他可能就是想要 往年轻化做转型 如果是聚焦在年轻化 这个方向的话 他可能更需要一些话题性 然后游戏性的呈现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 真心化大冒险 或者是独恶评这种 这姑娘很喜欢独恶评 对 很喜欢真心化大冒险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剧本杀 就是我可能想到的是 把大家都包装成一个 在玩桌游的状态 背景就是格力的背景 真实的职场背景 王老师他就扮演的是 他自己的老板的角色 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是 比如市场部的经理 他们最后可能的 整体的一个目标就是 杀掉谁吗 英明 对 什么争夺股权或者是 争夺股权 可能在有些公司 是真实发生的 对 大家去投票 然后看他们在这个游戏 过程中的状态和反应 然后输出一些观点 我觉得如果要游戏的话 就不可以老板 你请老板来 但是你的活动形式 全是游戏的形式 就如果要做游戏的话 我觉得老板这个字 就是肯定不能用了 不太搭 对 很不搭 《红脑风暴》本来就是一个 互相挑战 互相讨论的过程 无论是你是对 还是你是错 只要你认为 你自己可以自言其说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坚持就好了 不需要管别人是怎么评价 这个想法 你做到哪一步了 我刚做到我的指标第一 他这个发言很娱乐 综艺 刚才看到三个人的表现 你的印象深刻是谁 第一天工作的还是小梁吧 梁千鲁 对 其实他对这个工作很主动 然后他做的方案也很好看 而且很理性 我会看这些做的综艺 因为其实第一视觉是很重要的 你做的条理够不够清楚 画面够不够好看 这个非常重要 是 第一天的表现 我现在看来 我觉得孟丽童 给我印象很深 你是对二平 不是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大家都觉得不对 我事实上告诉我这是不对的 我可能才会退缩 那你觉得他那个独恶瓶 金星花大冒险的设置怎么样呢 可能不太适合董总 对 他还有一个很亮的亮点 他说他要拉着董姐姐去玩 剧本杀 对 您知道这个吗 你不知道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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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95后 00后给你一个 完全是在您这个年龄 所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项目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我很理解他们 能够理解 对 而且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发挥出来 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 张汉环姐 会是往哪个方向发展 但是往上我也没送到太多公司发展的一些 我们全都是靠小道消息现在 员工通过小道消息了解到公司 三姐 艺人到了 他们的功课还没做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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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演员吗 他们签的艺人 是演员的 郭老师 我 张安先认出来了 我把衣服放哪儿 谢谢 我去个 好的 去个洗手机 好的 问一下 其实真的不用一说话就站起来 还没洗过 对 我们还是在一个紧张的这种感觉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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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 你好 你好 杨洋姐 我是张安 进来的学习生 她名字你看 第一直觉就爆出来 哦 这个很加分 对 你们稍微加快一点 汉马上到了 好的 汉马上就到了 时间紧任务重吗 赶紧吧 对 赶紧 他们这边基本上 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筹备时间 嗯 是吗 来 是吗 你 好像一身 你 你好 你 来了 哎 不用站 其实真的不用一说话就站起来 好 哎 不用站 站 这个好可爱 你坐坐这边 你忙你们的 你再去我那儿待我 我马上啊 好了 我马上 这才是真紧张 这才是真紧张 哎呀这个手速现在都二倍速了 公司的薰薰工都聊什么了呀 其实他们第一天上班 我觉得还是心情还是比较紧张 就今天一天的感觉都有点 诚惶诚恐的那种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 这就跟咱们拍了这么多年 第一天进一个组也是 怎么都不舒服 三个小朋友们感觉怎么样 其实能感觉到 她们三个人各有所长 你觉得 那个高高的姑娘 她优势就是比较善于表达 我是王岳 你好高啊 你们山东姑娘 对山东的 好了你好 我手中手汗 不好意思 你太高了我先坐 哈哈哈哈 她沟通起来会让人很舒服 你确定说一会 你看你都在玩 好 我先说一会 她会照顾人 好 张安呢 她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内敛 功夫呢下在暗处的这么一个孩子 她还去看了每个人的剧 郭老师 我是张安 张安 张安 进来的学习生 她太细致了 她能吃苦 来北京也是一无所有的 就靠着自己 给自己会设很多的KPI 放在每天的计划里去完成的 就我什么事就没在怕的我觉得 你们想给他们安排什么职位 现在定的就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定位 看他们给到我们的东西 他们对新媒体的一些视角 可能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 然后包括接下来这段时间 每个人工作的情况 然后更加准确地知道谁更擅长什么 北明第一个吧 好的 开始汇报 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多人 天啊 真的 重温面试 我感觉比他们第一天面试 还要紧张一些 对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汉哥 因为汉哥很严格 我就有点害怕 害怕他对我的想法不太满意 天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好遙远 什么事情 好遙远 好遙远 这个 给 你先给他 先给他 哈哈哈哈 但我不敢给三位演员 因为我第一个表格做的是 我对你们的感觉 和你们的信息之类的 对 不知道你们也会听这个 好 可能不太准确啊 就只只能说 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很多 没写什么不好的话吧 应该没有 好可爱 对 对 好可爱 真的有她在 怎么尴尬的气氛都不会有 她的方式很让人舒服 情商很高 对 可以 我可以简单地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公司在这个 完善 要首先可能要完善一下在网络上的基本信息 而且对于大众来说可能都不知道老板创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第二点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毕竟是还是按照传统的宣传模式去做这些艺人 但我希望也能介入一下这个新的宣传模式 就是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自身很独特的一点 而且我觉得是很出圈的点 比如说 许德老师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暖 然后有一点羞涩 酷蒙的感觉 其实对于他这个年龄阶段的男演员 不油腻是一个很 你这个话有杀伤力 有杀伤力 汉哥嘴角一瞥 因为这个年纪很忌讳这个词 很忌讳 就不油腻就不错了 这个男孩很可爱 而且他很会抓人 怎么里面削起来了 他就不太开心 对 还能说啥 其实我整个汇报的重点 都是在这个第四条 就是我特别想 真的能在我们公司 做一档这样的 自媒体的宣传栏目 就其实我觉得当代的人 对于这些事情 感触很深的同时 就引发了他很强的 共情能力的同时 会把这一部分共情能力 投射到演员身上 对他们产生喜好 我说一下 我看了这个资料的感觉怎么样 可能刚才你说 就是说对于公司 在网络上信息的完善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那你说想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公司是我的 其实这个事情是我最不想的 对 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因为我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千万不要模糊掉 演员的身份 外面现在没有人找演这个类型的行李 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个类型 所以我要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项目 当我们做出来一个爆款剧了之后 大家会知道这个剧是这家公司的 但老板是谁也不重要 演员并不希望把自己老板的身份提到荧幕前 因为他们还是想他的实实做一个演员 想把好戏传递给大家 专栏 那首先你说这是一个出圈的事 但首先一点 他们虽然是很好的演员 但是还没有通过一个角色去爆红 谈不到出圈 因为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圈 出圈是当大家对你有一个很强烈的认知了 你是谁 然后我让你看到我另外的一个圈 这个叫出圈 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觉得第四点 我还是想深入地去发掘他们自己的一些关于人生 包括演戏这些生涯的经历 没关系 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在这些天出你的想法 如果它真的是好了 我也可以陪伴你去做 好 好吧 好 四点 接受一点 否定两点 第四点不置可否 北明他很紧张 并没有完成得很好 但是我很欣赏一点 就是他很真诚地去表达他真正的想法 北明他是一个很热心的孩子 第一天他的过渡状态是比较积极的 但是来自己方面的压力 小朋友是真的不容易 北明 你那个事情你弄出来以后 然后你分享给我 好 可以答应了吗 他还帮别人做了很多事 他还帮别人做了很多事 你好牛 那个眼神你看到没有 那个眼神 可以啊 可算结束了 谁去了 他还帮别人做了很多事 还是有点紧张 你看 都紧张 肯定都紧张 我这个 你先去 你来 是吧 加油 加油 张安第二个汇报 我好期待他的汇报 我可以下班了吗 你可以了 我觉得等待好胶着 你觉得难吗 你觉得难吗 没事 有我给你垫底 拉倒吧 我就是有点害怕 汉哥我感觉 他真的很文和 很文和吗 我很害怕 我说不出来什么 喝口奶茶提提事 能遇到一个这样的同事 还是蛮好的 一起成长 重啊 肖黄 加油 加油 好可爱啊 你加油 不敢抬头了 那咱们换一个方式吧 就是能不能模拟一个情境测试 换题了 你今天是公司的艺人总监 我们是一个剧组 然后推荐公司的艺人 想上这部剧 也没有具体的剧目 也没有其他的设定 他提的问题是对的 当代情感励志剧 张安给我的印象就是 他是偏经纪人这个类型的 所以当时给了他另外一个方式 我是希望可以看到 他给我的一种可能性 我没想到就是 准备了一下午的汇报 就突然换题了 我都没有准备 就感觉压力蛮大的 心疼张安 这一天太叵测了过来 对 而且所有准备都没用了 因为其实我从这个时候 开始跟他们交流 还有工作 我已经是完全记性 我是凭我看到 还有观察到当下的东西 然后去改变的 你是对他有希望 你觉得他可以很好的 完成这个极星的题目 对 其实他需要应变能力了 各位老师好 我们公司目前是有五位艺人 然后我是有看到我们这一部剧 是当代励志的一个剧目 给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演员 第一位演员也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张翰 那个张翰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不用跟我介绍 我们两个在就是 刚刚合作过一部戏 对 然后可能现在我想去 用一些新人 不知道你这边有什么好推荐吗 新人 就是 好难 他真的好难 所以他压力测试 他确实大 肯定大 突然间换题 对不对 心疼张安 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们公司刚签了一个新人 叫阿罗英富 外形也是特别的时尚 特别的帅气的一个演员 他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 极其地去努力上进的这么一个演员 就是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一个兴趣 你有资料吗 可以让我看一下 你在演员资料吗 有 你来这么久我还没看资料呢 你来这么久我还没看资料呢 这是什么这是白纸 我说有没有资料 就是资料有 紫字的吗 对 不好意思各位就是 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换去 你要准备一下 因为是在我包里 但是 我包 没拿包 就是平时就是都是在我的包里 也是就是 那你的包在哪 巧了 挂在刚骑来的那自行车上丢了 这姑娘在演员不好 把你的包丢了 对 那你要不要改天过来见 步步紧闭 汉哥你不要这样好吗 你不要这样 那倒是不用了 那你要不要去楼下有一个打印社 就把你们家艺人的资料 我们想看一些纸质吧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那你去 我们等你一下吧 好 回来了 没有认真的听题 我一直在给你口让你出去 因为公司外边就有一人资料 对 你可以拿进来 这样吧 你稍微准备一下 你可以拿进来再 对 对 对吧 我的天啊 结束了 挺快 没有 没有 她来找东西 没有 她来找东西 好 对 对 对 是真的紧张 对 打印技出现问题 珊姐 珊姐要不要出来帮忙一下 我稍微等一下 让王月先调整一下 好吧 好 王月 好期待 这是个悬疑巨 我觉得 这是个悬疑巨 我觉得 我的包要丢的话 我崩溃掉 好 让咱们换一个方式 情境测试 让王月先调 好吧 好 汉哥 你好严厉 心疼张张 步步紧逼 汉哥 你不要这样好吗 我先来吗 今天一天都不顺 一天都不顺 他对他也有一点不公平 你就突然地把他题目 换掉 他是有准备的 临时来做 他肯定你会遇到一定问题的 对 其实你作为一个经纪人 也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的形象 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就我觉得就是 他要有这种真实感 一个老的经纪人很有经验的 其实你一打照面就应该知道 因为他见过很多组 这个倒也是 有可能他想看到这个公样的可能性 对 其实这个功能能给到我什么 对 这是汉哥想看到的吧 我觉得 对 不过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挺历练他的实际上 其实挺历练的 如果真的要用他 重要他就要这样的挑 这是一种压力测试 这小蓝还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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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技能 现在要是 测试 多少 provoc 好刺激 这个也是 尤其 好久不长在这里 加油 这场真的还不错 对 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调和器 而且团队当中有他这个人 特好 对 是这样的 我把我的那个想法 然后做成的是一个团队的形式 然后我团队可能是有一点多 然后我就打印了一份 然后我又会用电脑给大家诚实 因为可能我怕浪费纸 对 然后如果看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 王悦好细心 她还是有点紧张 你先说 好的 那我先说我的报告好吧 首先我认为我们公司的优势 就是在于我们有一些优质的资源和背景 然后另外呢 我们公司有一些很优质的作品 然后还有我们旗下的艺人啊 演员都是非常优质的 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公司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那么优秀 那么优质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被看见 就像是我今天 对于公司进行一个搜索的时候 结果没有搜索到我们公司相关的信息 然后呢我又通过一个公众号 发现我们可能也没有专门的公众号 去让大家去了解到我们公司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通过微博 收到了我们官方的微博 然后这个微博 我感觉可能像是一个发通知性质的 还通过抖音账号搜索 可能就没有发现抖音账号 对 这是我认为 可能我们在宣传部分做的不够 这对于我们一个年轻人 或者说上网冲浪的人 直接对于演员之间进行了一个壁垒 你们不主动地输出给我们 而我们主动去想去了解你们的时候 还直接给我切断了这个来源 那我直接可能就忘掉这个人了 这个比较活跃 对 很会表达 然后对于我的工作计划 分为几个大点 对于现有的艺人 我建议是定位加宣传 塑造IP 我们可以塑造一个画天家族IP 只要脑海里形成了一个IP 大家就会认你了 另外呢 在制片方向尝试打造符合艺人定位的剧 塑造这个形象 剧和艺人是双相的 艺人在塑造剧 剧也在塑造艺人 另外宣传的关键 主要是培养我们粉丝的忠诚度 以及参与度 只有粉丝和你不停的互动 他才会喜欢你 然后我提到了一个跟随宣传制 我希望提供那种保姆宣传制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宣传的 把你完整的呈现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是企业形象的传播 我们可以就是发挥一下 告诉观众我们公司是一个大家庭 然后针对这个IP 我们怎么样输出呢 比方说我们做一些周边 就是我们本身的形象的一些卡通人物 让大家去了解 原来你们还有很二次元很潮 我愿意主动去了解你们 然后注重UGC的互动 借力相传 关注转化数据 注重系统化的运营 就是我们的运营一定要有主题 有线索 有梗 要在固定时间 好专业 她的一些想法 是让我们所有人 大家眼前一亮的 做得全面很多 你看她的表达 她的解说很吸引人 对 她那么短的时间 能做一个这么全面的方案出来 确实是挺厉害的 然后内容建议 可能就是说 首先跟紧热度 我们现在还是要跟紧时代的潮流 和Z时代的人打交道 相当于是95号 然后00后这种 然后我们也要尝试地去和他们打交道 不能够就说 我就是演技派 我就和他们断绝联系了 也不行 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变化 土洋结合 土洋结合的意思就是要下沉一些 要做到接地气 跨界宣传 还有跨全层的合作 什么全层我都不管 我没有壁垒 我不需要每一个人去定义我 因为我没有定义 王岳他的表达能力 包括将他所表达的东西 呈现成PPTT 让我看到 他是在用很多新鲜的想法 还有这一代年轻人的创意 我觉得这些每一个部分都在打动我 他的很多分析是很另类的 大家好 我叫王岳 来自英国约克大学 是一名社交媒体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在实习期间接触过的直播大师课的项目 在首发当天就达到160万的播放量 我的视频以5000万的播放量 登上了短视频平台的热搜 并且被人民日报 环球网等官网进行了一个转发 他找一些这种社会性的共鸣的点 会比较准 就是内心很柔软 很有温度的一个部分 可能是我一个想法 我就大胆地说了 今天拍那个新春节的那个 我问了一下是发在微博平台 其实我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录的是怎样 我是感觉那个画术真的有点老气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一切顺顺利利 2021以华开天 精彩继续 这个细节很好 画术就是 一些 你说 我害怕了 我害怕了 没事 没事 说得挺好的 说得挺好的 继续 挺好的 我害怕 我说得是不是太理想化 没事 先说 我觉得画术 他好可爱 画术吧 画术就是说 你要迎合现在互联网的一些思维 我就觉得 你们可以自己尝试去给自己组织预言 尝试去有自己的个性 好了 我的演讲结束了 不好意思 说得不对 一定要 一定要 天啊 我 我都要哭了 刚才 他都一想我 我真的 还可爱的 行 你快去忙吧 没有问题了 没事 明天你一定会很辛苦的 没事 卖命 加油 那我先走了 好嘞 拜拜 谢谢 如释重负 她的心情应该是最好的 张安应该是心情最差的 她不虽然在前台 她虽然可以在后台做事的 觉得这公关可有点麻烦 加油 加油 张安还要来一次吗 张安吗 嗯 张安不安 不安 不安 不用了 天啊 我们差不多就到最后的打分吧 对 我觉得大家一起打个分吧 我会觉得张安我会给零分 我 我觉得零分过于的还是严格 市场和这个社会就是这么严格的 嗯 你是一个公司的经纪总监 你去推荐你这个公司整体的意义 你能做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来说就是她对于这个行业 她是极其陌生的 嗯 她甚至不知道见了你们之后 就 该说什么 到底该说什么 真足天她的 她是要有她的 就是有基础的 张安她做的经纪 我要是她 今天这是第三回哭了 好难 心疼张安 她的不知所措是真的 都还是挺糟糕的 好像没办成一件靠谱的事 可是我真的不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就可能是 挫败感 就是 就这种感受 不是说你得了一个零分 或者你得了倒数第一 或者怎么样 就是 就这种对自我的否定 一定很难过 好心疼她 嗯 稍等 不要哭 姑娘 我不能哭 你听到了 你不要看她这站立的几分钟啊 在她心里是十几个小时 好了 你们 这样吧 我们一起进去 好好对今天的 这个 考评 对 做一个总结 好吗 来 进来吧 走 那我们就公布一下 就今天第一天的 打坟的一个结果 咱们就直接一点不浪费时间了 张安 刚才我们的情节设定 是公司的经济总监 对吗 你代表了公司所有的艺人 来建这样的一个剧 那其实你并没有做好准备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社会 就这么现实 打分机制是十分 我决定给你的是零分 好严厉啊 汉哥 你好严厉啊 我只希望就是前面稍微严格一点 让他们短时间之内 大家有一个迅速的一个进步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就会去经常跑组 可能我一天要跑十个剧组 然后我会感受到 很多复杂的情绪 经常就自己一个人哭着出来 我是真心希望 你们无论面临多少次失败 都不会放弃 所以我觉得就第一天开始 我希望就给你一个成长的空间 对 那北明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你并没有站在真正的公司 目前的状况 还有艺人的状况 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是在想的是我想做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你在融入一个公司和一个集体 需要改变的这样的一个 以自我的这样的一个相信你 对 我猜你给他八分 没有 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给你是两分 两分 八分 你把八分给自己了是吗 在一个团队里 可能更多的要去 为整个团队去考虑 虽然现在想把这种主见性收起来 但我不会因此 就把这个主动性丢掉 如果等有一天我能够独挡一面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能把它找回来 那王岳 这个总结包我觉得很全面 我觉得你提出了很多问题 然后也写出了很多 就是说我觉得很优秀的策划方案 然后还有改进的一些部分 那我觉得这只是说嘛 你还有呈现 所以我给你五分 十分之 都没及格 好严厉 汉哥 你好严厉 我不要给你当员工 另外的五分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 你可以去补充另外的五分 但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每个人也都是在成长的 你们的加入了之后 要加强艺人当下的宣传营销的手段 方式 就让更多的人去更 可以更迅速地去了解它 其实现在总司 最重要的问题是 它缺乏的是企业文化 还有一个正规的管理性 因为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特别信任和适合的合作伙伴 去帮我去经营和运营这一家公司 那我也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们可以去对公司做到改变 然后王岳 我给你交代一个新的任务 我给你交代一个新的任务 从明天开始 你的这个整个的报告 除了公司经纪人不算 就所有的宣传 包括你们两个 来受你支配 来受你支配 你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我们最后看一个结果 我这样好害怕 汉哥任命我的时候我压力大极了 就感觉 求求你了 汉哥 不要这样说话 把你的话给我收回去 我也是想要就是 这公司会有变化 然后王岳是综合素质比较强了 他的想法 还有他的思维模式 他非常的清晰 他所表达的东西让我看到 就是可能性 那我就想那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你学育的问题 你的问题 你也行 三个问题 大家辛苦了 你们也该下班了 加油 加油 努雨 来 雨过来 汉安也交代了 月月这边重新来捋一遍 所有ID的内容 我可以补充 对 重新捋一遍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 她会带所有的宣传的 就包括我们新入职的 所有人一起 五官变形 然后调整一下公司的 在新媒体这方面的形象 行 可以 好不好 月月这边有需要 任何需要大家帮忙的 或者协调的 你们就都配合 可以 好不好 好 下单位姐姐学习 行 可以 行 不好意思 给你们骑马 我觉得我太太醉人了这样 因为她刚才跟那些山姐姐说 把她们两个配合我 我感觉这样好好得罪人 我第一天上班第一天 这么大的力气 王月内心现在该怎么办 第一天来实习 就要成为前辈的领导 加油 对第一次考核觉得自己可能经验很不足 就想法都很稚嫩 接下来可能回去以后要多做做功课 有很多事情还是挺残酷的 然后我也完全地接受 优秀的人很多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行 我可以更努力地去学 我可以跟上他们 哇 这句子写上就好 赶紧 吃着了 现在现在没什么事 我特别担心帮我生日 是 我特别担心帮我生日 我特别担心帮我生日 对 我们设计要的垃圾倒有力 这个杯子也是吗 拜拜 谢谢 乖 好 好 我们先从冬的这边来吧 这个 我来 我看一看了也挺认真 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来不及了 加油 握手 握手 来不及了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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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所以董姐姐觉得谁最优秀 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判得说哪个最优秀 但反过来通过这个片段我看到 我觉得她优秀 就跟我的想法一样 是吧 对 我觉得她真正是具别了一个 这个大老板的那种内涵 你对三位选手 你最希望看谁在下面的表现 我最喜欢看张安 张安 如果到我这来 再搞市场步 他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也需要这样的人产 明白 月月 我整体感觉更期待 王月的接下来的表现 王月 因为给了他一个领导的身份 他压力无比大 是 我不知道那两位会不会逆袭 但是我总觉得 我很期待第二期 对 其实我也很期待看到王月的表现 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很好 做得也很全面 但我想看你真的能做到吗 执行的时候会做到什么程度 感觉王月是第二个 和汉哥对于张安的期待 就是谁在汉哥的心里飞得越高 很可能会摔得很惨 然后第二期王月零分 好喜欢这个节目 这个我们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闹 也是希望给到职场的朋友们的一些经验 我们又回到了职场攻略手册 供大家参考 在职场当中坦诚意见 勇于表达 恐怕比溜须拍马银河 显得更加重要 为什么要用老板这一点去吸引年轻族群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老板才有传播力 KOL传播力会远远大于老板 职场的花铁炉呢无所不在 这个时候要勇于捕捉老板的提点 把危机变成转型 让咱们换一个方式 就是应该模拟一个情境测试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有五位艺人 正式汇报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你的设想和能力之间的匹配 这样才能够迎接胜仗 注重UTC的互动 借力宣传 关注转化数据 注重系统化的运营 就是我们的运营一定要有主题 有线索 有梗 要在固定时间 这些经验 供大家分享 也祝福在职场打拼的朋友们 好 那么第一天呢 实习可以讲说爆点不断 接下来 我们关心的是 朱海祖的第一次考核 谁能够先生夺人 我们的董姐姐 会打第二个零分吗 或者是说 在董姐姐的手下 会打出我们六个选手当中 最高的分数吗 我很期待第二期 下一期 会揭晓 你们所关心的答案 让我们跟你们一起 共同的成长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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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特点 东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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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好 好 啊 哦 在这边吗 在这边 这个会是 不是三个吗 可是我突然想上厕所 那要拿电脑吗 我们还没有 可是还没有提前的 我天哪 我为他捏了把汗 怎么了 不好意思 可能要请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格式不动 这个表情 不好意思 格式有些问题 好 我想看下一集 我们一起开个小会 跟我对电脑的方案 北明你是拿一个半成品 然后写了几个字 让我去想象 我想稍微解释一下 我只看这个结果 我不关心你中间发生了什么 什么 在跟我聊的时候 聊得都非常好 到实际操作的时候 就不行了 好啊 我这看着都肾得慌 你看看这里啊 心里有点输了吧 知道自己要干嘛了吧 干嘛呀 这些一看我都不会做的 就知道你不会做 不能这么说 今天我过来受气来了吗 这个表情 哎呀 我说不可以了 你怎么会做的 有点免漫 有点免费 有点免费 你怎么想要 我是小姐 有点免费 明天如何有我摘动 别问我背负的是谁的梦 每个人都在给自己当空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谈心社 短视频互动平台 抖音 深度知识合作平台 秒懂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特别摄影合作伙伴 台马体照相馆 新闻客户端合作 澎湃新闻 一点资讯 扎克 特别合作 腾讯地图 百度输入榜 达达快送 应客直播 逸代价 接电 媒体支持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扑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新浪湖南 腾讯大乡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花边娱乐 熊猫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